说些上文 上文书给您说到雍正建霞图 这个同林同海川 跟着四卑了爷 为了拿着盗宝贼 要下山东东昌府朝复林 走到半道上走到半直立半山东 清河游仿阵 看热闹 这么说到这 练马上卖衣不容易 没人给钱 没想到 为了爷给钱给出楼子来了 出了一位党号的 管闲事 心里很不高兴 得一动手啊 让打八十卖衣给打了 谁呢 不认识 在住店可住不上 没什么 看热闹人多呀 你们俩人有安货在住店 好 一会一打架到店里头把店都砸了 住一家住不上 住两家住不上 十字四汤大街 三汤半都住不上 最后来的这家一看 嘿 这家店门口写着 孟长君子店千里克来头 横着写英雄把势店 这回恐怕行了 英雄把势店都是英雄 都是会练把势的 他不怕打架呀 咱俩住这儿得了 刚走到门口 一看里面出了一人 认识 就是刚才拦着不上给钱那位 踩住银子一骂 要跟贝勒动手 然后让耍把 爬上火照射 给咋拍呀 这倒不错 走来走去 走人家来了 但这位是本店的呀 还是住店的 住店的好办 住店的跟咱一样 咱跟着那一打呢 英雄把势店的就出来了 嗯 你不能在我们店里打架 就把事给平了 要是本街麻烦呀 三汤半都不让住 这儿在不让住 黑了天了 没势去了 住人家了 这不找送吗 人家俩站着看着这位 这位出门一瞅忧 扔银子那位 这位也不愿意 一抹头滋溜 又进去了 爷 这店男住不住 住 怕什么的 贝勒爷是皇上的儿子 什么都不怕 官司两面 你说 动用势力 他到头了 天下都是他们家的 你说讲打架 有同龄的 他不怕打架 住 这位 跟咱一样也是住店的 废话 这能是住店吗 这就是本地的 爷您这么知道 你想 外乡人 没那么大势力 咱们是外乡人 他要也是外乡人 他绝不能蹦出来 当地的乡亲们 都向着他 不能够 他就是当乡人 他就在这 那咱还住 就住这 我就不信 天底下 没有讲理的地方 哦 人家卖挺大力气 练完法师 我给块银子 给出不是来 到看能不能把我怎么着 哎 同龄一琢磨 你说的多轻巧 到看人把你怎么着 谁能把你怎么着 你是为了 你是为了爷呀 要讲 这打官司 那行了 打网兜里来了 到那是 啪 您一亮 您这 龙子 您是 皇子 嗯 你爸爸是皇子 你这势力大了 打官司 打不出圈去 可要不跟你打官司 要打架呢 一会人这 连伙计带掌柜子 出来好几十人 拿着家伙一动起手来 甭问他 得我盯着 我盯着吧 就得直坐 进殿 一进殿一看黑 这有桂房 桂房门口 盯一小竹牌 这牌上写着 因钱重地 闲人免进 过这桂房 就进院 院子里头呢 有一木头小影尾 这影尾上呢 写着两个字 接服 转这影尾到院里 一看 好 这院可真不小 一拉六两边 全是客房 有伙计没有 有 没过来 那不是说伙计干嘛呢 伙计两个人都开会了 后边冬家给召开临时会议 没人接的 俩人顺无丑 一看啊 这屋里也没人 空的 但是不能进去 怎么 有行李卷 这是住着店的 没走的 或者才住去 人不知哪去 一看这屋里啊 也空着 没人 也不能住 炕上的背后 路子没跌 这屋也有人 俩人往前走了 好几天 一看这间客房 不错 也干净 这个床上什么都没有 咱就 这屋吧 也稍微皱了皱眉头 怎么 他是享受患了 到哪去 怎么也得担间 这都一样的房子 就显不出 他尊贵来了 他这没上房啊 不知道有没有啊 有没有得等人家本家出来 咱问问 那咱们等会儿 别等了 咱先住下吧 这一会儿 还指不定怎么着呢 您先把家伙搁起 我把咱那铺给打开 打铺开干嘛 我那月再铺给里头呢 一会儿万一呼啦 给咱围上 不得动手吗 准打得起来吗 把诚够呛 同龄做好 战斗准备了 进门把铺有点放下 拆这行李卷 行李卷没拆开呢 外面进来人了 呦哈 二位 倒不外奢 挺自觉呀 住进来了 贝勒爷爷一回头 废话 没人管我们还不住进来 四趟大街 三趟完全住不上 就这半趟了 英雄八十店 救助大 你是 我说伙计 嗯 行了 是讲究打官司啊 还是讲究打架呀 打官司我盯着 打架他盯着 通过说你们打算怎么办吧 哎呦 伙计一听亏了 我们东西给我们开了会了 什么态度这是 就说您住店也别这样 什么打官司打架 我们干嘛跟您打官司 开的是店卖的是饭呢 您既住进来了 那就甭说别的了 要不给您换个上房啊 哦 有上房 有上房 那行 给我换上房 您先别忙 您是不是四趟大街 三趟半都住不上 啊 最后为什么住我们这 英雄把势店 你们这都是英雄 除了英雄就是把势 不怕打架 我们在当地有仇人 怕招事 这位追着店房来 不用我出面 你们这个英雄把势店 人出来就把事给平了 得替我们抗势 那么想 所以就住我们这 就住你这 您当地有什么仇人呢 当地 你们这人不通王话 我瞧把势卖艺 人家卖艺的不含糊 我扔了点钱 惹出货来了 巧了 伙计一听 这算行了 刚才 我也瞧把势去了 这把势 爬山谷照升练的不错 没事给钱 你们二位给钱 出了一位采银子 这钱子不让捡 要打您 然后 爬山谷照升 给一道拿毛 他反手来勤打 给他一脚叭唧 踹趴下了 是那么意思不是 你在 你都瞧瞧了 我瞧瞧了 你们二位谁给的钱呢 同龄一听 我得挡哈啊 我给的钱 不对 不是您给的 这位给的 哎哟 贝利爷一看 我怎么混的 给钱给出楼子来 还得让海川替我挡号 甭废话了 我给的 干脆你说什么楼子吧 这钱就是我给的 白桥玩意儿凭什么呗 人家一腔的苦力气扔到地上 打板是卖一挺辛苦 我就想弄明白了 我给块银子 到底怎么那么大 不是 你们当地的是什么民风民俗 你们这人都有病啊 是怎么的 你说说我听他 他是憋着得天下的桌 他心里的想法跟别人不一样 大清朝 入顶中原以来 为了这个统治 汉人不好统治 想出了很多政策 当然天下也不单单都是汉族 还有其他民族都得统治 什么地方人 什么种族的人 都得有所了解 我就不知道天底下 还有清河游仿镇这么一族人 格宿 这人多别扭 我呀 问问问 说 这到底怎么回事 这伙计一听 我说什么呀 我先问问您得了 哦 您觉得卖把式的不容易 练完把式 大伙不给钱 您给完钱 还有人出来管您 不让给 哎 二位爷 您贵处是 北京人 正字正音 那是 字正腔圆 绝没有切字导音 门是北京的 完了 我们小地方人 北京是好地方 谈不到 天子脚下 帝王都城 二位顺北京来 这道可不进 也没走几天 那我再问您 您到我们这儿 瞧这打把式卖艺的 北京有没有啊 嗯 北京也有啊 北京也有打把式卖艺的 哦 北京也有会练舞的 当然啊 干嘛也有会练舞的 哎 说的话 拿手一指 同海川 就拿 同龄心的话 坏了 贝勒爷这人性 跟一般人不一样 他什么话都敢往外说 就拿这位来说 我府里教师爷 姓同名 离自海川 护腹站 我小地谈会二侠 一跺脚北京四九城门 哗哗乱颤 能耐大了 哈 这个子武纪绕阅阳阳阅 八八六十四首 啊 柳叶明司法复长 龙古山学艺食物的 啪啪啪 全都说出来 这事耽误了 我说爷 您忧着点 您别什么都往外说 我明白 就拿这位来说 我们经常瞧把势 我们看的把势多了 练得好 我们就给钱 为什么到你这不给 您别老提这事 这事完不了 说 我还没问完呢 那您二位懂点不懂啊 呃 我们二位啊 不敢说懂 练过 呃 反正我们都会点 您二位谁程度高点 谁练得好 那当然我练得好 你不信你问他 同志说 他练得好 那我差太远了 那就是了 最后再问您一点 你说 叫您琢磨 就今天这个事 在我们清河游坊镇 发生的这个事 是这个练把 是的不对呢 还是这个拦着大家伙 不给钱的这位不对呢 您评不着那里 贝勒爷一听 看看同林 同林心了话说 这我没法答复 给您来 您的学问太大 哎 您要说打架 我盯着 要讲讲理 您跟人家来 您不扔了银子了 现在都冲您来了 人问您 是这打把是他不对 还是拦着给钱的这位不对 他拿眼一看贝勒爷 贝勒爷新的话说 这有什么的 小子我告诉你 自然 是得拦着给钱的不对 也怎么见得 怎么见得 打把是卖艺的练完了 他就应当给钱 大伙不给钱 我给钱 他还拦着不让给 这就好有一笔呀 哦 比作何来 好比打把是 他做得这么一锅饭 将然这饭熟了 一接锅盖要吃了 他站在锅旁边 插一把沙子扬进去 他夺人家的饭碗 他不让人家吃饭 自然 是这个孩子不对 嗯 那是您那么想 叫我们当地人看的 是得打把是的不对 你看 要不说你们这当地人 跟我们不一样 是啊 要不问您哪的人 您北京人 我们清河游仿镇的人呢 在您那儿 那就是这拦着给钱的部队 在我们这儿 就是这打把是的部队 哦 那这部队在哪呢 哦 人家背着刀枪把子 到贵宝地来 插插插 这么一练 就应该饿着 就应该练完了 然后你们一字不给心甘情愿 也不许人家说片汤话 然后人家呢 把刀枪把子收拾起来 把自己带着盘缠拿出来 挨个儿 他们一发 你们白瞧白看 一人弄三十点四十点回家 你们一吃捞面 应当这样就对了吗 那倒也不是 那怎么 人家就不对呢 您有工夫 等等 您爱问我爱说 我呀 姓和 叫和尔 有个外号 叫画边和 就好聊天 本来我们这儿开完会啊 挺忙 这大忙忙 没工夫搭理您 既然您爱问的 我也爱说 我跟您聊聊 您二位可练过把势 练过 老温这干嘛 没练过把势 不懂武术的 我就不跟他废着话了 皆因为我们是英雄把势店 上上下下大的小小 前前后后 里里外外 多少 都有点把势 只要这会把势的 我才跟他说呢 只要懂武术的人 我才跟他讲呢 这样才说的清楚 讲的明白 他才能听懂了 贝利爷一琢磨 我当然练过两天 我这程度低 既然是练过把 是懂武术的人 才能听 这不通海川在这 这是武术家呀 我听不懂 他就能听得懂啊 我听不明白 我再问他得了 好 洗耳工听 你说吧 跟您说啊 是凡这个练过武的 打算拿他学会的这个武艺 养家肥己 安身立命 那么无外乎有这么四条 您还别说 贝利爷没听过 还听 怎么四条 头一条吃一条大路 那是干嘛的 那是保镖的打滚 他吃这么一条大路 保镖的 走这道 天下 四通八达 哪都有路 不能哪都去 没那么大的道 没有那么大的保镖的 走南路标 专走南路标 走北路标 专走北路标 走东路标 专走东路标 走西路标 专走西路标 你保西路标的 你到东边 准埃节 准出楼子 所以就是 走这么一条大路 吃这么一个方向 这是头一种 吃一条大路的 嗯 二一种呢 二一种啊 吃一方一地 什么叫一方一地 这是交场子的 把师老师 老师傅 他呢 就这一片 开场子交徒弟 这些徒弟给他送学费 就是树秀 那么他呢 吃这一方 他也不愿意去 说这人好比说啊 啊 在这个 宣武 教武术 西城他不来 西城教武术 不让宣武去 俩七一合并 他行了 这回 两个老师傅 能穿武穿武徒弟 也有好复啊 他就吃这一片 他不远去 这叫吃一方一地 第三条呢 第三条难点 嗯 那也都是没出息的 怎么 吃追渣之地 这干嘛的 看家护院 当教室爷的 贝勒爷一听 回头 看同海川 同海川 心里话 您甭 甭撤 人家问您 跟您聊天的 跟我没关系 我教你没出息的 我这点心胸 您不懂 老师 奉师命下山 别开天地 另放乾坤 让我自立一家门户 我现在是没辙 要不怎么 当初 风雪入京师呢 这个是基础 怎么留的 贝勒爷当教师爷呢 是因为他这个根基 太惨了 太难了 所以现在 哎 才在贝勒府 当教师爷 您没看贝勒府 教师爷没品级 但是 这可是个近身之机 就因为 这个丢国宝 现在他是奉旨 拿到的官人 他就算办了官差 行不慎行 公司领大票 龙签 能够调动 各行省人马 现在您别瞅 佟林 不是官人 比官人的权力还大呢 这就是转折点 所以佟林 现在你说什么 他不往心里去 您蒙看我 您看这位 这第三条 哦 看家护院 教师爷 吃追加弟弟 那么第四条呢 第四条最厉害 第四条 吃全国南七北六十三省 走的哪 吃的哪 能耐最大 干什么呢 就是打把是卖艺的 怎么他倒最有能耐 你看 他背着刀枪把子 哪都去呀 走的哪 枪把子打开了 啊 找人多地方 一说 当时就练 练完就拿钱 哎 也没人跟他分账 这个 兜里没钱 都不要紧的 当时化锅就能干 干完 当时就吃饭 就这么四种 对了 就这么四种 那么这个爬山虎招盛 就是打把是卖艺的 他就是吃遍全国 走的哪 吃的哪 可是他要想走的哪 吃的哪 走到一方一地了 他也得拜拜当地的 您就拿我们清河幽访镇来说吧 他要打算在长肩卖艺 他就应该打听打听 清河幽访镇有什么有名的把是将 有没有开场的教徒弟的老师傅 他去访上一访 问上一问 访清楚问明白了 他得拜拜 拜拜 拜完之后 他得实施的 他就可以练了 这爬山虎招盛 不对就在这地方 贝利爷听完了 恍然大悟 若有所思 感情 爬山虎招盛 不对在这地方 那么他没败吗 当然 这爬山虎招盛到这来 也不打 那也不问 在大庙里头 只上摊就练 您要知道 我们这地方练把是的多了 但要说练的最好的 谁呀 我们老东家 得 贝利爷跟同类一听 就知道是这老东家吗 你们这东家 我们这东家 开的英雄把势店 您知道吗 这个小子一来 就这爬山虎招盛 刚一练 就有徒弟 来找我们老东家了 我们老东家的徒弟 说师父 有一爬山虎招盛 山东人 到这练武 也没来拜拜 不成 咱得踢他的场子 让我们老东家出头 揍他去 你们这东家呢 我们东家能去吗 我们老东家 那多的涵养 那是武术大家呀 能跟一打把是卖艺的志气吗 勒令手下的徒弟 谁都不许去 谁要去 当时除名 打这就不承认 他是我们老东家徒弟 所以这些孩子都不敢去 那么拦着我给钱 那位要打我的呢 你这要不说呢 这事也怪 这位可不是我们老东家的徒弟 这位是我们老东家的儿子 我们少东家 哎呀 贝利也信了话说 行 惹到根上了 要打我点少东家 让爬山火招胜 一倒拿门揣一大跟头 爬山火招胜让我给放走了 现在顶刚的就是我 这少东家来了 他打不过爬山火招胜 徒也打不过同林 我不怕他 这老东家听他这意思 大武术家呀 我听听吧 那他回来 必然得告诉你们老东家 那是呀 挨了打 能回来不说吗 回来就跟老东家说了 那时间你们老东家 要与他报仇 血恨哪 嗯 没有 跟您说我们刚才集体开会来的 开什么会呀 开训子大会 哎呦 我们老东家 这一顿训我们这少东家 没好听的 我也甭跟您小舌了 反正意思吧 嗯 不许再找人麻烦 那你们这少东家 他为什么强猪头 喊少东家 不是坏心 这不是老爷子说不让去踢的场子吗 但他这口气不出 他暗含这桥把石去了 他一看这卖把石 他还真有两下 就真是进去动手 也不见得打得过他 让我们哥几个暗含的通知当地乡亲 不给钱 当地乡亲都是扶我们老爷子的 我们老东家很有个威望 一看少东家说话不让给钱呢 大伙瞧着好也不给钱 为什么瞧着好不给钱呢 就为把他弃走 他一看当地没人给钱 他就没法再往下练了 是也不招他 也不撞他 可是呢 也不能让他呆住了 他自己就走了 是这心 哪知道您呢 要说您是个貌似人 您这人呐 我看这意思是个有学问的 办不出这样的貌似事来 您还真不少给 啪一下 办了银元宝 扔进去了 有钱您也别这么花呀 就是您瞧的瞧的好 您就值当给那么多吗 当然了 您是北京人 您有钱 有钱不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您说您在外边 瞅间一瞧把 谁就给一个 办了银元宝 有俩就一个银元宝 这一道我不知道您上哪 打板卖一多了 这钱金花 您说是不是 不是我说您 同龄房班一听 你这贝勒爷 真行 上这听讯来了 让人店房伙计数了鼻子 点着鼻子尖一通说 贝勒爷 不生气 这我才闹明白 我怎么那么大不是 看起来你们老东家 教徒有方 对儿子也比较严格 他是个好人呐 什么话呀 当然是好人呐 跟您说 四趟大街 三趟半 这店您都住不了 准之您得住我们店里头 我们老东家 可留下话了 你们老东家 留什么话了 倘若二位要住的 我们店里 不许为难 腾出三间上房了 给您留好了 一会儿我就给您搬家 您住的上房屋里头 我好好的招待招待您 这不刚才我们这少东家 走到门口 跟您打一对脸吗 没敢说话 赌气一扭头 又跑回去了 这叫按七按憋 跟您说 他是受点委屈 但您放心 在我们这 绝打不起来 我们老东家留话了 还穿呢 看起来咱们爷俩 还算是以小人之心 夺君子之父 咱们还想错了人家 完了 咱们搬家吧 这说着和二过来 要拿这扑个卷 同龄一摆手 哎 别忙 您跟我们东家 说了万天话了 一口一个老东家 一口一个老东家 是武叔大家 那么没领教 你们这老东家 姓什么叫什么呀 同龄又一心气 别开田地 另创千坤 自立一家门户 天下有名的把事将 差不多老师都告诉我了 在我肚子里装着呢 我怎么一时想不起来 这位是谁呀 我得问问这伙计 倘若真是当初我老师提的上说得饶的 那确实是有名的把事 入宝山不能空手而回入 高人不能交臂而失之 误打误撞 我们到英雄把事店的这老东家 要是一个高人 我得交一交 所以他问这伙计 你们这老东家姓什么叫什么呀 啊 您还练把事呢 您哪的 呃 你们是北京人 这位北京口音 我听着您可不是 您听着我听着也像直立口音 啊 我本身老家是直立人 我是大仙人 哦 那就是了 呃 甭管怎么说 您打北京来的吧 呃 您也练过把事 啊 练过就是程度不如他高 就是啊 装着把事 三九门四门斗 练过三天两早去呢 那说您也不见得知道 您提的不要紧呢 哼 高山上点灯明头亮 大海栽花有根横 提起我这位老东家来 嘿 大武术家 谁呀 是我字 姓李明元 江湖上人送一个外号 叫展翅金雕 同龄一听 铁掌李元 对 您知道 哦 同龄一听 行了 怎么 老师提过 成了名的老英雄了 没想到在这碰上展翅金雕 铁掌李元 这是当初两位老文师在高山之下 从头到尾跟我说 其中有这么一位 不含糊 提起他来 还一般 他这老师可了不得 这回下山东 潮粉林 访谁呀 访的是镇东侠 侯庭侯镇远 二侠个侯杰侯镇山 访的是这哥俩 镇东侠呀 镇东 山东 当时大清朝 东西南北 四路名侠 这镇东侠就是侯庭 能为最高了 那么还有仨呢 南边一个 北边一个 西边一个呢 哎 这展翅金雕铁掌 李元的老师 就是西方老侠 这是西方侠的徒弟 那么李元 拜的谁呀 怎么拜的诗呀 书说到这儿 得说点 差笔书 要给您介绍介绍 这展翅金雕铁掌李元 铁掌李元哪的人 就是此地人 这个地方 半山东 半直立 清河县归山东馆 这半边直立 归景县馆 清河游坊镇呢 跨着两个省界 在当境 所以半山东啊 半直立 就基本上呢 算是这个清河 所以叫清河游坊镇 那么这地方呢 有个李家店 李元呢 上边就是开店的 到他这边 还开着李家老店 取妻呀 无事 挺贤惠的 好练 练什么呢 练长拳 山东长拳 这个呢 又叫翻子拳 他练得不错 练过十几年 练得挺棒 这店里的人呢 都是老伙计 买卖呢 也挺好 家里头媳妇也不错 所以呢 他有闲心呢 天天练 所以啊 外边这事他也不怎么管 每天在家练 练练有名的 也有人跟他小 哎 跟着李元小 李元呢 也教了一个徒弟 那这天呢 来了一会儿客人 山西老客 来了三辆车 一辆轿车 两辆大车 两辆大车 满满当当的 拉着都是户 这辆轿车上 拉着老客 山西老客 说你轿车上下来 李元这么一接的 一看呐 车 尊品人物 二十多岁 小伙子 可是一看这位的 李元大 心里头啊 有点不痛快 怎么 这就是顽固子弟 山西富商多 你看 赶脚的客人 没有单给自己 雇一辆轿车 这大车都是货 跟着大车走 他这太阔了 还得雇一辆轿车 拉着他 而且二十多岁年纪 长得挺俊挺漂亮 可是呢 在外奔跑 就是一种锻炼 你就不应当坐轿车了 还仿佛在家的 要养尊处优 还坐车 所以打心眼里 看不去这种啊 富二代 说现在话叫富二代 那会儿呢 顽固高粮 没太热情 这位也没理会 啊 写电簿的时候 说姓于 就进电了 那么这个大车呢 车把是进电 是这规定 只要把车赶进店里来 他把这车边一扔 就仿佛这车不是他的了 跟他就没关系了 卸牲口 刷洗音料 都是店里的事 直到这车再出了电 他才接过边了 才接着赶呢 与他没关系 找房屋歇着 那么单把这山西老客 余姓客人 给让他上房三间 吃饭也很讲究 里园没旅会 自己带着徒弟 后院练舞 这老客吃饱了 喝足了 一听后的劈了扑噜噜 把伙计找来了 按说得说山西话 啊伙计 后边这是坐圣的 应该说这话 咱上回跟您说了 不能哪的人都到哪的口 你们这后边干嘛呢 狗打架 我可没听见狗叫 伙计听眼睛这 还您这骂人不吐糊啊 您这说话 推损点了 怎么兼得狗打架 我听劈了扑噜啊 这干嘛呢 这是 练把势呢 哎呦妈爷 这后边练把势呢 哦 练把势就这么练的 劈了扑噜的 那应当怎么练 应当怎么练 我说不好 反正这把势 我听的是笨灵 我说山西客人 于老客 您会练的 啊 我会练的 您怎么练的 怎么练 告诉你 你也不懂啊 反正我这把势 揍这样的没问题啊 您没看 您就知道 这还用看吗 谁练的 问东西 你们东街姓什么叫什么 我们李家老店 东街叫李源 练长拳练的最好 他练武背人吗 不背人还教徒弟 嗯 带我看看 好好好 您不说话 这带您看看 说着话吧 这山西客人啊 就给带到后院 一看好李源 带几个徒弟 正练的 练的挺高兴 打拳的那种 东家 您崩练了 这山西老客要看看 李源可就过来 就徒弟 把手机递过来沾沾汗 您才住店呢 门口咱俩不见着呢 您三辆车 两挂大车 一辆轿车 您从轿车上下来 不才就是我 您也好练武 好练呢 练过 那么我练那个 我想看看 好 那我练完了 您给指点指点 嗯 好 你练吧 李源真不含糊 啪啪啪啪啪啪啪 怎么一练这拳 练完了这趟长拳 一拉架门 往这一站 山西客人 你看我练的怎么样啊 哎呀 叫老心我看 嗯 您这全练的 俩三 俩三 李源不懂 什么 送您俩字 俩三 怎么叫俩三 就是你从洗三 练到你接三 也不成 李源一听 我完了 剩下的第三天 那叫洗三 拿一盆 给这孩子洗 退胎毛 死完了三天 接三 念接三经 咽口诗诗 十六本金刚经 那是接三念的 从洗三念到我接三 那就我这整整一辈子 我这功夫练一辈子都不长 太损了 伙计在旁边 还要比这话损的呢 刚才投了听您练 盖儿听狗打架 没听见狗叫唤 那您的能为一定比我高 不敢说比你高 揍你这样的有富裕 好 领教领教 旁边还有几个徒弟 是吗 揍他 来吧 咱们过过手吧 老薛一白手 不成 你要跟我一动手啊 就好比啊 阎王部上上了仗 判官那可就勾了名了 你是必死无疑啊 你娶妻了吗 我娶妻了 店里这么些人 你老婆孩子都指着你 我把你打死 这不缺大德吗 我也是养儿养女的人 我不能损这个德 你现在的德损的就不上德 你现在就够缺德了 你甭配话了 今儿打也得打 不打也得打 不成 老薛胆小 怕把你打死 贪人命官司 打你也行 你得给我立一个无视的字句 李源一听 什么叫无视字句 自己写上 姓什么叫什么 跟谁动的手 倘若让我姓余的 把你给打死 与老薛我无干 绝没有人追究此事 这样我就跟你动手 喝吧李源给气的 气疯了 李源一听 哈哈 打指打鼻 这徒弟一听 非两师傅揍得不行啊 大伙跟着起哄 上帐房 拿雁台 拿墨 拿笔 拿纸 有一人还把一小桌 给搬到后台来 也没拿椅子 蹲到这儿 李源 天好得比就喜 立字人李源 今有山西老客 余姓客人到我店中 我二人一五 会有彼此切磋 两造性命有杀 盖部追究 生死平命 不可精官妄断 家里人一概不许过问 空口无凭 立字存证 年月日 急了 写一无视字句 写好了 瞅瞅 姓鱼的这小伙子 山西 嗯 这么着不瞅 还这么着 来 画上鸭 画上鸭 好好好 把鸭 把鸭要画上 打着 这回行了 老秦踏实了 有了无视字句 我就敢跟你动手了 别忙 我要把你打死呢 你带着三辆车 这么些伙计 连车老板 就说我荡乡人 啊 你们家里人来找我打这官司 我也盯不住啊 你也得给我立一个无视字句 用不着 你打不了我 废话 怎么见得 你就得把我打死 我就不能把你打死呢 这动上手可不成 我还现在就憋着把你弄死呢 那你说怎么着 你也给我写一张无视字句 这不是浪费之吗 我已经浪费一张了 再浪费一张也没关系 这张就是我的 写 行行行 好好好 这姓鱼的 跟真事一样 也蹲在这小桌上 两张写差不多 您看看 画呀画呀 姓鱼的乐巴丝呢 把这画了 俩互相一换 把这收起来了 人家连长衣裳都没脱 也没拉架势 往这这么一站 我要打你呀 你是必死无疑 你要打我呢 可能你还能活活 这么着 东家 你打我得了 李渊咋就忍不住了 我打的就是你 往上这么一窜呢 这手一荒面门 这手 这手 咚 就是一拳呢 就看那老星不慌不忙啊 起自己的左掌 一架这拳头 身形太快 看着容易 练起可是很难 这条腿 画半了圈 往上这么一卖步 跟着就起这掌 这叫什么 这叫绷手 又叫壮掌 啪 一个照面 就拍在李渊全胸上 这一下就给打出去了 啪 一下 后急的 撞在墙上 这人才算落了地 当时可就爬不起来了 这徒弟一看就慌了 呼啦 往上一围 低头再看 地上有血 这一掌 把李渊就打吐了些了 大家伙 撅杂垂叫 这李渊才算悠悠转醒 一看徒弟们都在身边 再抬头看 山西老坑姓鱼这小伙子 站在他跟前 打官司不打呀 李渊摇了摇头 说不出话来 那意思不打官司 打也没事 这有你给我写的无视自觉 老心不贪人命官司 李渊摆了摆瞅 那意思您走您的 老心真不含糊 转身往外就走 投了了 该吃吃该喝喝 该睡睡 第二天结完电烦账 走了 可把这李渊给打坏了 找先生给李渊治病 李渊叫伙计 你们追这姓鱼的老心 追他干嘛 可不让他发现 他还得住店 住的店里 按含着跟人打听 跟他带来的车老板打听 他是山西什么地方人 姓什么叫什么 住哪 是干什么的 问清楚了 回来 我有用 伙计跟下去了 下一站还得住店 住在店里头 系咱们一摸情况 回来 说这人姓鱼 叫鱼秀 外号叫小莲花 家住在山西太原府太古县 城东三十里地 于记庄 这次是上泰安 送货去 行 李渊知道这个 他的师养伤 当地还真有 治内外伤的高明的大夫 把一件衣裳裂了去 一看前胸 一个红掌印 您这是中的猪沙掌啊 厉害啊 给您治这掌 外伤 这药面 还得吃药 里外一块往这散这掌毒 这热毒散 就俩月 调吸元气 爬炕半年才能下地 一年多这掌印退下去 李渊者才算好了 多少的 喘气还有点不老云似 这长泉也甭练了 徒弟也都走了 跟媳妇说 我得来趟山西 您上山西干嘛 我上山西呀 拜师学艺去 这姓鱼的小子 把我打坏了 我得找他这老师去 好吧 那你怎么走啊 我卖田 家里有宝田几十亩 有老桑几十棵 守着这么一里家店 本来是父道殷师 这要出远门 拜师学艺 弄卖了二十亩田 剩下的 交给自己媳妇 守着这店 你可等我回来 拿着卖田的这个钱 可就奔了山西了 艳楼无数积餐 可因小行 耶稣飞旨 一日到了山西 带远府带古县 一打听 城东南三十里 真有个鱼的庄 到鱼的庄 你问呐 全姓鱼 没外姓 小莲花鱼秀 有这人 太有了 鱼秀 跟谁小的能耐 跟他大爷 他大爷没孩子 这鱼秀 说着侄子 实际是儿子 李源一打听 这鱼秀 他大爷是谁 好家伙 跟当地一问 才知道 大清朝 东南西北 四路名侠 头一位 常被网 飘然走 西方老侠 渔城渔洞来 想当初 顺着九年 这位就 三进北京城 京西庙峰山 桃花寺 踢死过金头牛 打死过银头牛 掌鸡鸣杯 叫鸡杯如粉 举过千金顶 扬名于天下武林当中 提起渔城渔洞海来 没有不知道 老侠给人能耐太大 可是家里头 是富豪 说这练武啊 不是都是穷人 穷文富武 练武有好多 也有能耐的 哈 这渔城家里就是 在山西太原 太古县来说 首富 大财主 家里的挂过千请牌 那真得说是 米面成仓 鱼虾成池 鸡鸭成炸 布匹成台 美食成品 金银成库 有钱 这么有钱 这武艺呢 家传 这渔城渔洞海 那么年轻的时候 恋也有大名了 也成侠了 老了老了 回家 回到山西太原府 太古县 岁数太大了 那意思啊 抱胳膊儿忍了 家里有的事 全一养天天 这个小莲花鱼秀 就是跟大爷小的能耐 这次上太原送货 走半道 没想把李源打了 鱼虾不知道 要知道也是没完 把这情况都打听清楚了 李源一琢磨 我怎么找这鱼虾 鱼洞海鱼老侠去 怎么能跟他 销上武艺呢 这正琢磨着呢 一看头了 有个市场 什么市场呢 工夫市 农村呢 得种地啊 家里没那么些人 赶上三下大忙 种庄家最累最忙的时候 得雇人 家里常年雇的 那叫长工 临时雇的这短工 这个工夫呢 都在工夫市上啊 跟着蹲着 等着 等着招工 唯独山西太原太古县 鱼姐装这儿 这个工夫市上 别的家 叫也不去 为什么 都等着鱼姐叫 说不都姓鱼吗 说这姓鱼 就单指鱼城他们家 西方老侠鱼城鱼洞海 他们家地太多 就这一工夫市 人都叫上 不够用的 说别的家也叫 为什么不去 待遇不好 唯独西方老侠 这人最厚的 是上他们家做工的 全都给很高的待遇 所以都跟着蹲着 李源挺激流 跟大伙打听 你们这是干嘛呢 我们这是工夫市 这干嘛 等着鱼姐来招工 鱼姐是鱼城 鱼大员外家 我憋着上他们家小能的 干脆我这忍了吧 我混在工夫当中 鱼姐来 到这儿一招工 我跟着不就去了吗 我先上他们家去 这个前夫 卧底 这回我就能见着了 他也跟着等着 还真快 鱼姐来人了 到工夫市上 一招呼 现在有鱼老员外家里边用工 有愿意去的没有啊 是三遍饭两遍茶 一天二百四十钱 有愿意去的跟着走 没有不愿意去的 哇全站起来了 我们都愿意去 愿意去 李源也跟着 我也愿意去 跟着一块 到鱼去了 到鱼里一看 李源啥一样 好家伙 群强高大 这家伙这庄子 屋脊连片一眼望不到头 人家里房子就这么歇个 那地底有多少 说挂千请牌 要有千请良前 各位 站在这头上 您看 您看不见那头啊 多了去了 鱼家大财主 大地主 跟着进院 进院可是进院 进工夫院 单有工夫院 这大院套 中间是大卖厂 两旁边一拉六 多着间房子 全是让工夫住的 这边也都是 顶头这一排是厨房 把这个桌子 长条桌子 长条板套 全搭在院里来摊开了 喂给这些人吃饭 每天单有一帮厨子 伺候这些人吃饭 说得出来办得到 三遍饭 两遍茶 一天二百四十钱 每天给钱 不该着不舍着 说今天不愿意干 拿钱就走 没关系 有钱 那么这工夫院门口 搁一张桌子 这么后一路 全是人民部 单有一位坐在这 你打这儿过 往院里走 报名 自己说姓什么叫什么 这儿给你上了账簿 这儿领家伙 这锄头堆得跟小绅似 自己上去够一把 扛着这就算你的了 拿着进去 找屋子住 随便住 大通通 想躺乃屋 躺乃屋 李源跟着大溜 挨个进去 进去 头一天先给顿铐了 猪肉炖粉条子 没有炒菜 大白馒头烙饼随便吃 这什么没干的 先来顿铐了 睡觉 睡醒了第二天 有人招呼 上工 每人拿着厨子下地 都干活去 单部都是厨子 也要拿别的家伙的 农活我就不给您细说了 李源跟着一块走 这个再出来 可就不是说 随便出来了 他这有账簿 有人叫点名 给你们分好组 然后单友人带着 带到地头 因为什么 这庄园周围都是余界地 地多呀 你出来跟着走 绕绕到你那地上 且着呢 你就得走别的路 千八百功夫 看着人多呀 仨着地里头 可就不显书了 谁也看不见 谁各干各的 李源 真卖力气 干一天活 三遍饭两遍茶 二百四十钱领完了 扛着厨子回来 这功夫回来累 有的就睡着了 睡不着的呢 抽汗烟的 腌带锅 院子里聊天 三下天热 屋里也热 都在大常院里头 三个月群五个一伙 也有的呢 好说好聊的 给大伙讲补 说一段的 说一段不白说 二百四十钱 你把那四十钱给我 你留二百钱 说一段说四十钱 四十钱太贵了 三十吧 打那会儿就定下三十 唯独李源 不消停 干嘛 打圈 站在长院里头 打 遮跟头 饭 摆忙了 大伙瞅他 眼韵他 跟眼前花的 白天看这小伙子了 干活挺卖力气 他怎么不累 其中有一管事 这管事的是本家 姓虞叫虞小三 这虞小三干嘛呢 是这个虞城虞洞 还老侠个爷 本家的一重孙 拎着呢 管这个老侠个爷 叫老祖 他当这功夫头 他看着这李源 那遮跟头 打把似 他可乐 他暗含着找人 把这账簿 可能拿过来了 翻开他找 一对啊 问一问 这姓李 可不知叫李源 叫什么 叫李大 这是李源报的假名字 李大 李源连串带帮我过来了 叫我 您是 我这本家 今儿带着你们干活的 哦 想起来了 那位小三爷 不敢不敢 就是我 我说你吃完了饭 撑着没事干 你蹦什么 从这头翻到那头 从那头翻到这头 又伸胳膊又伸腿的 你这干嘛呢 又小三爷 您不知道 我这是练拳呢 干嘛呢 我这是练拳呢 练拳 哎呦 你别该骂了 就您那拳练的 我送您俩字 您那俩三呢 李源一听 哦 感情这话 根在这呢 他们山西人 都这么夸人 假装不知道 怎么叫俩三 你从那洗三练的 接三去 你也不成啊 我是不成 我这不挨了揍了吗 面上不能说呀 那么 我这把是差太多了 哎呀 让我说你什么好啊 哎 我听说 故我们这元位爷也会练 也会练 那我得叫老祖 说个字 说西方老霞 渔城渔洞海呀 顺治九年 三进北京城啊 大闹过 京西庙峰山 桃花寺 那家伙想当年 这俩小三不知道 这听长辈们说的古 他就当自己亲眼看见一样 天油加醋 有真没印法 怎么一说 说的引人入胜 收三十块钱 三十段说书那几位 全没翻了 都听他说了 李源听着俩眼发指 小三爷 我打算 跟你这老祖 于老霞学武 行不行啊 谁 我呀 你不够资格呀 是 我也觉得我不够资格 这不你们是本家吗 你能不能替我指引指引呢 我要认识这于老霞 躺亏我们人俩有缘分 我没准就拜上了 他就收我了 我就跟他小了 他要说不收 那我也没办法 但我现在见不着他 我哪知你们家太大 我以为干这短工 到你们家就能见着他了 谁追你们家好 但有工夫院 这工夫院你看见没有 就这么大 千八百人住在这院里 都没显出什么来 还空着好些房子 他住那地方我都没进去过 你要能给我指引指引 我谢谢你 指引指引 于小三一撇嘴 凭什么呀 凭先进 凭什么 你说凭什么呀 他俩一不沾亲 二不带故 这一千多人 就您一个好恋的 要大伙都好恋 我都跟我们老祖说去 我们老祖见得过来吗 不白指引 有什么好处 我请你喝酒 这怎么样 哎 您只要是答应我 我请你喝二两酒 然后请你吃牛肉 这二百四十钱可不够啊 我自己掏我的腰包 我不吃不喝 我得供着您 那看你了 转天上完工再回来 这供餐可就不吃了 厨子给做这饭不吃了 李源单出去打酒 打酒 说打二两 哪能打二两 老白分 山西名酒 分酒 这边酱牛肉 还有其他的菜 买回来 二百四十钱是不够 这都是好酒好菜 李源卖地的钱 拿出来 请于小三吃 于小三吃的挺好 啊 四十多一口酒 八大一口菜吃的顺醉流油 吃饱了喝足一抹走 李源大 跟你说 哎 明儿我给你说去 我老祖最喜欢我 我是我老祖的虫孙 嗯 我们是四十的铜塔 跟你说 这些虫孙的里头 我最孙子 不是 我 我是最得以那孙子 跟你说 老祖最喜欢我 哎 我一说准成 不白吃你呢 好 您费心收赖吧 第三天要见着于小三 小三爷 哎 老爷子答应没答应 哎呦 今儿跟前回事人太多 左一份右一份 您琢磨琢磨 这三下大忙的 啊 五黄六月 郑重庄家 老爷子哪有工夫管这个 家里事多 都是老爷子 一人煮啊 哎 我能没顾上回 晚上我请你喝酒 好啊 又请于小三喝酒 转天又没回上 说回了没有 回上了 老爷子不见 老爷子跟于小三说 哪儿就收徒弟 哦 在家里打短工的 还不是当地人 是山东的 清河县的 到这来就拜师 老爷子一听就 反例白说 被于小三轰出去 于小三说不下人情 这一练呢 就是十几二十天 眼看这农忙就都抢完了 这短工就散了 李源一看这可不成 玩黑三 小三也没了 没了 你是蒙嘴的呀 这叫什么话呀 天天吃我喝 我一天一瓶子老白分 弄二斤牛肉 你吃挺香 这才十几天 你胖了 哦 我倒是觉得医生健壮 怎么查 你说怎么查 你不亏心呐 不是 我不亏心 这么着 今天我嘿 磕破了头流干血 我把这事给你奔下来 他老爷子不见 那你也得替我说说 行 这于小三先开始 还真是狂嘴 额着点酒肉吃 但是啊 日久天长 一看这位啊 是真是诚心 啊 我怎么也得替他卖不力气 转过天 找李源来了 李大 怎么样 老爷子要见见你 呵 李源真得说心花怒放 心里的高兴就甭提了 我这一步就算登了天了 这要得列于老侠客门墙 我要跟这西方老侠 于城于洞海 小了能耐 我可就今非昔比 大步跟从前一样了 战战兢兢 小心翼翼 跟着于小三 离开功夫院 可就到于城家 到于城家一看 火 那功夫院算什么呀 粉皮花墙啊 磨砖对凤 对凤磨砖 李生外收外收 李生挑灰灌江 叼了花磨了梗 鹰不落的粉皮花墙 这个讲究 那就甭提了 各位 你要到了山西 以太原为中心 您转悠 什么这个大院 那个大院 什么乔家大院 王家大院 甭管张王李赵吧 我们去过几趟 我们也算采风 未给您说书吧 到这个平遥也去过 太原府也去过 看这些大院 那就是一个城堡 那个墙高大极了 那个院墙都有夺口 也就说有武装 那个护装俑 要是练好了 你千军万马都杀不进去 这个于家大院 也如是一样 一看高大的门楼 讲究 街角石就五层 上马石下马石 抱马装 一拉两六 要说于老爷子过生日 那好车马迎门 拴马的装子就扯了去了 大门不开 有脚门 带着李源 可就进了院 进了头堂院子 一看 砖影呗 花砖大影呗 分八字 两边接着四山绿油漆 撒金心的木平凤 那平凤都是南木的 这面写 摘装中正 背后严肃整齐 说下里说的 对 就那样 绕过这 花砖影呗 一看大院 什么叫海曼的院 就全是拿砖办的 两旁边七花一草 都是盆景 四十不屑之花 八戒长春之草 再往正房看 是锤火门 坐北 进锤火门 过二道院 三间 西配房 三间 东配房 列立两乡 外边是超手油廊 正房是九间 这一大片 全是正房 坐北 有名有案 前出廊 后出上 有大爆柱 包中边写着 挺有余香 谢草正兰 宴贵树 这边写家无别框 唐诗尽字 汉文章 横批写四个大字 厚德载符 下面须的帘子 都是班主的 到这廊子底下 顺抄手油廊 绕尔房 后边还有几层大院的 就不走了 就到这了 于小三打个须声 老总 我是小三 就听里边跟蚊子叫一样 进来 李源一听 我别进去了 西方老侠要死 是怎么的 我还跟那小能耐呢 我进去看看吧 我看看要昏崩烂跳 我拜他为师 要不插门 我就回家 我别跟你死鬼小啊 李小三 把这虾米薛的帘子 往起一挑 引着李源可就进来 李大跟着我 一进这屋再一看 哼 花里自弹的家具 明着是三间 暗含着有两间 在里边还有套件 一共是九间房 这明三间正当件 这中堂 两帐多长的大驾级案 都是子坛的 投了大号子坛八仙桌子 大礼石乡心 都是整块的 旁边摆着太师椅子 驾级案的上都摆着 冒筒啊 大将军冠 那都是原名的古丸呢 墙上挂着名人字画 对山挑帘 不计其数 让到这暗间 也是虾米薛的帘子 把帘子挂起来 挂帘子都是南木件 上边赤金如一钩 把这帘子挂起来 偏头往里边 他们一看 靠前窗户 有一张炕 炕的膝头 立着炕厨 炕厨上面有多保件 里边有多少奇珍一丸 一眼望过去 琳琅满目也看不珍重 炕上都摆着一小炕桌 这炕桌也是黄黄里的 炕桌上面有破落 有茶壶 这茶壶在壶套里搁着 跟前有茶盘子 都是江西景泽镇的戏词 这东西讲究 脸冲里 躺着一位老人 这余小三上去 老总 这短公里大来了 老爷子一翻身 小三过去一掺 半躺半窝 王起这么一抬头 李源一看得 你看这老爷子 顶全谢了 稀稀拉拉 几根白头发在后边 三股扁一个小小辫 就这一点头发 在脑袋后头 再往脸上一看 瘦号挺长 俩眼带都到这了 这塞都做了 眼睁不开 身上穿着半截的衣裳 一个白愁的背心 下边蓝愁子半截裤 光着两只脚 往这炕上 这么一靠 伸出这胳膊来 如同雕掌相反 就是这个皮 包着这骨头 这皮搭了下来 有二寸 这老头儿出上 除了皮跟骨头 还有筋 刃麻没有啊 一点肉都没有啊 大眼鸡脚也散了 抬头位也开了 磁心泪都快下来了 小三爷 我不见了 这嘴里的哥一茶叶包 这就是死鬼啊 甭废话 跪着快磕头 老爷子 我给您磕头了 就看这老爷子 微抬眼皮 回头看了一眼于小三 sorry sorry 你懵老祖啊 这哪是找咱们爷们拜师学艺 此人身上最少有15年以上的功夫 这不是找我学艺 这是斯坦余杰庄 前来 防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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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